朝鲜12月18日试射了一枚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 这是一种使用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 被认为是平壤目前所拥有的最强大的导弹 此前一天朝鲜刚刚试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在12月19日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 美国等十个国家已强烈措辞谴责朝鲜的一系列导弹试射 中俄并未加入 甚至反过来批评美国向朝鲜半岛派遣战略武器 事实上就在朝鲜试射火星18的当天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朝鲜外务省副相朴明浩 他在会谈时表示 面对动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朝始终坚定相互支持 相互信任 这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又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 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 以及美国爱德飞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 欢迎二位 首先我想来听听二位如何评估朝鲜最近的核武进展 我们看到他们现在是已经从液体燃料型的洲际弹道导弹 发展到了固体燃料型洲际弹道导弹 射程也达到了一万多公里 这意味着什么 赖小刚教授 您觉得朝鲜目前距离在洲际弹道导弹上安装核弹头 并且将其精准地发射到美国 还有多远呢 应该是不太远了 这涉及到一个弹头的小型化 核弹头的小型化问题 还有一个精确制造技术问题 这两个技术除了核弹头的小型化问题 这个可能有点困难外 精确制造并不是那么困难 因为现在这个技术信息技术发展 但是国际环境和技术条件也发生了其他的变化 就是说如果朝鲜在六七十年代就这样发射导弹的话 美国大概就会把它当成第二个苏联了 这是朝鲜想希望要的 但是遗憾的是朝鲜就是发射再多的导弹 对它的国际地位只有负面的作用 美国不会因为朝鲜的核导弹而改变对它的态度 这个原因之一就是现在的洲际弹道导弹 也就是ICBM正在失去它以前的威射能力 这个ICBM的威射能力来自于弹道导弹的不可拦截系 这在当时不可拦截系 但是早在32年前 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 就显示出了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 更何况美国在七十年代末 就具备有了对苏联的国家指挥中心和战略导弹 实施精确打击的能力 这就涉及到发射远程导弹的实战能力的问题 朝鲜是发射了远程导弹 但是它有多少枚呢 而且它还需要相当大的数量 就是说朝鲜有多少枚导弹 处于待发射状态 而这些导弹又有多少枚能够发射出去 由于美国有远程监视 进行监视和实施精确打击的能力 如果要是美国先发制人 朝鲜又有多少导弹能够生存下来 当年苏联有1320枚导弹 但就是ICBM 也就是美苏第一战略核武器协议的上限 美国当时的核打击能力 美国在七年代已经具备有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了 就是针对这1320枚的 朝鲜没有制造1320枚导弹能力 而美国的精确打击能力和拦截导弹能力 这远远超过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 更何况还有个原因 朝鲜之所以能够生存在到今天 不是靠它自己 而是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 是 王维正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其实朝鲜早就声称自己拥有这个远程的核打击能力了 但是很多的西方的专家是不以为然的 您觉得就目前来看 这个到底是不是金正恩的空口威胁呢 我想朝鲜就是北韩的话 它有核能力的话 这个是早就知道的事情 虽然它并不被承认为是一个核子大国 那现在比较重要的是 最近这个火星18号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话 意味着说它有这个长城投射的能力 那您刚刚提到 它是以一个所谓的固体燃料来推动的 这个的话要比这种过去的液体燃料的话 要更加的可信赖 因为液体燃料的话 你还得要生火干什么 很需要时间 所以这个的话就在投射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增加了很比较更多的 就是说威胁性 那么就距离来讲的话 就理论上来讲 这个距离的话可以到达美国的领土 像夏威夷 甚至于可能到达美国的西北岸 但是即使是如此的话 是不是说美国就因此要来修改 它的这个战略态势 那我刚才我同意刚才这个赖教授所做的分析 除了就是说它的数量有关系 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个拦截的能力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在政治意义上来讲的话 金正恩他做这个事情的话 是表示说他希望能够跟美国再回到 就以美国为主的这个谈判桌上 过去的话是有所谓的六方会谈 那个时候美国政府的话 还寄望的这个中国北京啊 能够扮演一个 来讲就建设性的中立的角色 那现在王毅这番话的话 很显然的这个表示说 这个中国在这个朝鲜的立场上的话 自始到终的话都不是中立的 他现在反而是这个朝鲜的话 不但是一个缓冲国 而且可能在这个逐渐与西方 相庭抗礼的这个地缘政治对待上的话 是多加的一个棋子 所以我觉得金正恩跟这个川普 有四年没有讲话 那他现在可能也期望说 明年有可能川普会这个远土重来 他等着跟美国再做一次好好的交易 这是我的看法 我想继续来请教王教授 我们看到朝鲜今年已经进行了 五次远程弹道导弹试射 超过25次弹道导弹试射 和三次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卫星发射 您觉得从这个节奏上来看 朝鲜的核武研发的脚步 是不是在加快 那这种加快脚步的背后的原因 除了您刚才说的希望能够要挟美国 回到谈判桌上来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我想北韩的话可能是对于在东北亚地区 印太地区就是美国加紧这个节奏 然后部署兵力也好 或者说是强化他的联盟体系 比如说过去的话是美日跟美韩 现在有美日韩 然后他们还有分享及时的情报 他们感觉对于日益热化的周边的环境 也可以说感到不安吧 然后北韩国内的经济的生活的话 由于联合国和国际体系长期的制裁的话 我相信应该是非常的艰苦才对 那么这个时候北韩应该是来讲 是没有什么谈判的筹码 少数他有谈判筹码的话 应该就是他的核武力 还有弹道飞弹 所以我觉得毫无疑问的 他的发展的速度是加快了 那我想这个加快的话 他能够在重重的制裁之下 还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只有两种解释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有人在暗中帮忙 那我想是谁在暗中帮忙的话 我就不去把他点破 另外的话就是可能说 西方可能因为其他地方的 这个国际分争 比如说像乌克兰跟俄罗斯的 这个军事冲突 还有像最近的话 这个尾巴的这个冲突的话 可能分析了 我觉得这个北韩的话 可能是希望说 在印太地区制造一个状况 然后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谈判筹码 然后也让美国能够分心 朝鲜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战略机会 但是表面上他们是说 这个试射是对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的 所谓警告性反制措施 是在回应美国海军核动力潜艇密苏里号 驶入韩国釜山港 以及美韩加强军演等等 赖教授您怎么看待朝鲜的这种说法呢 另外您觉得美国近来加强在该地区的这种军事部署 到底是刺激了朝鲜 还是在事实上震慑了朝鲜呢 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核动力战略导弹潜艇 英文经常的简说就叫SSBN 驶入韩国釜山港和这个核作战演练 是故意做给人看 这个SSBN的巡航它非常的隐蔽 美国要是真要是对朝鲜进行核打击的话 就是用这些SSBN打击朝鲜的话 它根本不需要跑到釜山去 它在它的本土在北冰洋任何地方都可以打到北朝鲜 不需要的 现在把这样的潜艇 这是非常隐蔽的潜艇开到釜山 还让人家看 就是让给大家一个公众里面看法的 那么呢 这个他做这个核潜艇SSBN访问釜山 再加上核演练呢 这是在广而告知 是给两类的听众看的 这是我看的啊 我的推测是两类听众看的 第一类听众 第一类应该是观众了 第一类观众呢 是韩国和日本的公众 日美韩三国政府这样的做 就是让日韩两国的公众放心 美国的核保护伞仍然有效 美国仍在内 美国不会因为北朝鲜放点什么导弹 放个几个远程导弹 就会有什么退缩的 美国仍然是非常强大的 美国的核保护伞仍然在那里 请大家放心 那么第二类的观众呢 只有一个就是北京 日美韩三国是在告诉北京 由于北京的所作所为 日韩两国已经消除了 阻碍两国关系的界地 正在与美国加强三边的联盟关系 随着其他国家的加入 一个亚洲版 一个亚洲版的北约正在形成 以应对中俄朝三国轴心 朝鲜是个麻烦 但是这个麻烦的存在的原因 是因为北京和莫斯科 朝鲜的国力太弱了 美国没有必要专门针对朝鲜 为了朝鲜而加强自己 在东北亚的军事部署 是 刚才赖教授说到 美国这么做 也是要给北京看的 那么北京到底看到了吗 看到了之后北京做何反应 我们看到就在朝鲜 试射火星18的当天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 会见了到访的朝鲜 外务省副相嫖明号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 王毅在会面的时候说 面对动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朝始终坚定相互支持 相互信任 彰显了中朝友好合作的战略意义 王教授您怎么看待 中国的这番表态呢 我想从朝鲜半岛的战争 1950年开始 中国跟北韩的话 向来就是称呼叫所谓的 纯齿相依的关系 但这关系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 北韩逐渐变成北京在外交上的这个复数 那有人形容它叫做是一个饥肋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美国政府会 推动一个所谓的六方会团这样的一个架构 希望说透过北京 它是这六方里面的话 可能是对平壤最有这个影响力的一个一方 然后对他能够施施压力 或者是诱因 让他能够放弃这个核武力 但是显然没有成功 那么现在的话 就是说这个 我刚提到说 激乐的话是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那么现在的话 北京显然的发现说 这个他 他现在不应该放弃他 因为北韩的话 他毕竟还是有牵制 日本跟韩国和美国的作用 而且可能也可以利用他 来这个 对跟美国来做谈判的筹码 另外一点就是 刚才赖教授提到 就是说在印太地区 在东北亚的话 现在有这个国家 有逐渐的这个集团化的现象 那么中俄 还有朝鲜三个国家 在冷战的时候 由于意识形态关系 是在一个阵营的 那么冷战结束之后 他们有分开 现在看起来的话 就是他们好像有逐渐 在靠拢的一个现象 那同样的就是 同样的话就是 美日韩方面的话 还有加上澳洲和印度 就所谓的四方会谈 在印太地区的话 有逐渐就是两个集团 一个的话是一个共产 和这个集权的一个阵营 另外的话就是西方为主的 过去没有办法合作在一起的 但也在美国诸导之下 能够在一起的一样一个集团 的一个形成 形成的一个过程中 是 那当然刚才这个王教授说到 中国对于朝鲜是有它的一些战略的考量 那朝鲜近来加快它的这种核武研发的步伐 有没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的一些战略考量 因为也有一些分析认为 中国其实也并不真的希望朝鲜拥有更强的核打击能力 赖教授您怎么看呢在这个问题上 好吧 如果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救 那么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在1950年就不存在了 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的援助 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人口 在1995年也都饿死了 那么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 占其对外贸易的90% 其中的相当部分是武器装备 包括制造和装备核武器和导弹的部件 朝鲜这个国家并不大 只有人口只有2000万人 它非常的穷现在 它没有进行研制导弹核武器的工业和经济基础 如果北京要是真想让平壤放弃核武器 平壤根本无法抵抗北京的压力 一个表面上独立自主 但是实际上依赖北京并且拥有核武器的平壤 正是北京的利益所求 北京充分利用了自己是朝鲜战争受害者的历史 这个大家现在已经有充分的打案资料证明了 朝鲜战争是斯大林鼓动发动了 让金日成功发动的 北京事先不知道 那么北京就充分利用了这个自己受害者的历史 成功的掩盖了自己对平壤的实际控制能力 在背后指使平壤当国际政治中的牛二 就是水浒传里的那个牛二 从而增加自己与美日韩交往中的砝码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战略欺骗 就像刚才王教授所说的 一个结果这个战略欺骗的结果 就是90年代初的六方会谈 而这个战略欺骗一直到2018年金正恩访问北京 才被西方国家最后识破和证实 所以赖教授认为北京对于朝鲜核武的野心 还是有很大的控制力的 我想请问一下王教授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我想毫无疑问就是北韩他的生存也好 国家的生存也好 然后他的人民的生活 甚至于他的武器发展 特别是核武器方面 如果没有北京的大力支持的话 是不可能的 那么过去在冷战结束之前的话 这个平壤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来自前苏联 苏联瓦解之后 北韩曾经有一段时间感到孤立无援 甚至于到处求救 这个时候北京的话就发现说 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时间点 但是我觉得北京对于这个北韩的这个核武力 就是说他其实能够 手上能够打的牌并不多 我是说平壤能够打牌并不多 但他对于这个平壤的这个核子牌的话 有一种这个与时俱进的一个需要感 怎么讲呢 就是说在某一段时间发现金正恩 如果说他不受控制 然后这个干冒全世界的大不为 然后美国的压力增强的时候 北京可能就发觉说 就扮演一个这个所谓的 表面上看起来是很中立的一个调停者这样一个角色的话 可以将他的外交利益极大化 但是当这个前提不存在的时候 那北京就发现说 把这个金正恩 他的这个核武力当然不会威胁到中国 但是可以为这个美国还有日本韩国等等制造一些小小麻烦 这样的话等于说是北京有一个代理人在那里 可以对西方造成压力 所以我觉得北京对于这个北韩的这个核武力的话 他的态度并不是一直不变的 而且应该是说他对于他每一个时间 对于这个战略情况的一个分析的话 有所改变 是 所以王教授您觉得之前有一些观点 认为中朝关系是处于一个降文期 刚才您也说到了北京曾经一度认为朝鲜是鸡肋 十之五位 七之可惜 您觉得这样的趋势其实现在会有一个变化 在未来北京跟这个平壤的关系会越走越近是吗 是的 因为我觉得北京跟莫斯科的话 他们现在发现说在很多这个全球的变局 包括这个俄乌战争 他们在外交上来讲非常的孤立 那既然是孤立的话 当然是要就是这个敌人的敌人也是我的朋友 对不对 至少的话在战时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变力 那么这个平壤本来的话意识形态上就不是太远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是可以预想得到的 是 刚才二位都谈到了俄罗斯在这个其中 也扮演了某种角色 外界普遍都注意到最近俄罗斯跟朝鲜的关系 也更加紧密 那之前一段时间呢 华盛顿和首尔也都曾经警告说 朝鲜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弹药 那九月份的时候 金正恩还和普京举行了一个首脑峰会 赖教授您觉得亚太现在是否正在形成一个 中俄朝的这个联盟呢 对 这就让我想起了 这个二战前和二战中间的德国 意大利和日本 德国的纳粹主义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 是三种截然不同意识形态 甚至到了彼此无法兼容的程度 但是这三个国家呢 却从一个轴心便升级到了联盟 而这个联盟一直坚持到被西方国家打造的 和包括苏联打造最后崩溃了为止 被消灭了为止 那么其实是西方国家和苏联也是如此 他们彼此意识形态互相对立 但是呢在二战中间却成为朋友 来共同消费 而且来消费自己的共同敌人 而之所以如此出现这种情况呢 是由于一系列的偶然事件 这些事件呢 把德一日三国推在里起 成为人们所说的轴心国 而这些事件呢 也把 我说这些事件包括中日战争 也是其中的一个 也把西方国家和中国 把西方国家与中国和苏联推在一起 形成了丘吉尔所说的一个 丘吉尔词是叫奇怪的联盟 中俄朝三国现在也如此 现在这三国还要再加上一个 就是伊朗 这三国再加上伊朗 就形成了一个与德一日相似的一个 与民主阵营抗衡的轴心 而至于现在这个轴心 就是中俄朝再加上伊朗 伊朗这个新轴心 是否会变成联盟 还有一些个未知的事件 还看不出来 还有待观察 有一些个未知的事件 还有包括这些新轴心的国家的领导人 会有什么变化 现在还不清楚 赖教授认为中俄朝的这个联盟 是不是真的会形成 还有待观察 王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就是说这些意识形态 并不同的国家 会不会像在二战之前一样 因为偶然事件 被推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联盟 我想引述美国顾总统小罗斯福 就是弗兰克林罗斯福的一句话 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曾经讲过说 孩子们如果说你要跟魔鬼 共同走过这个吊桥的话 你可以这样做 意思就是说 美国在二四大战的时候 他跟苏联结盟 然后后来赢得了二四大战之后 马上就变成冷战 苏联就变成他的敌人 过去他打败的敌人 像德国跟日本的话 都反而归到这个西方的阵营来 那么我想现在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像中国跟俄罗斯的前身 前苏联的话 曾经打过仗 那么他跟北韩的关系的话 也是说我刚提过若即若离 但现在很显然就是说 他们必须要共同的 在手牵手的过一个这个吊桥 这个吊桥的话 就是西方所营造的一个环境 那如果说大家不守牵手 过这个吊桥的话 大概每个人都会摔死 所以我觉得在短静的未来的话 他们的关系 可能会就是说互相的支援 那至于说是不是会形成 这个真正的所谓的一个军事同盟的话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因为军事同盟的话就表示说 如果说其中有一个成员 他受到攻击的话 其他的成员也必须要挺身而出 我不晓得他们的关系有没有到那个地步 而且从实力上来看 我想继续请教王教授 您觉得中俄朝这个联盟 即使真的形成的话 它能够跟美日韩联盟 真正的形成某种对峙之事吗 我觉得如果你纯粹 这个比这个数量来讲的话 还有外交实力来讲的话 显然是不对称的 然后你也可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联盟 但是我觉得在外交的这一个象征意义来讲的话 它就是要向很多的国家来表示说 除了这个美国西方这一套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替代 替代的一个体系和一个意识形态 就是他们 不过刚才赖教授有提到 这个中国 朝鲜 俄罗斯 还有伊朗 那么这四个国家 说真的他们相依的地方比相同的地方还要多很多 那最主要相同的地方的话 就是他们共同的讨厌 现在西方所支配的国际体系 是 那我想最后来请教这个赖教授 我们看到美日韩之前 其实也有很多的历史和这个现实的芥蒂 但是在朝鲜频繁的试射导弹之后 美日韩三国就迅速的启动了 朝鲜导弹预警信息实时共享体系 所以您觉得这种外部的压力 是否会促使美日韩扫清一些联盟的障碍 这个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对于中国 觉得也不是个好消息 实际上这个美日韩三国同盟 实际上就是个亚洲版的出行 应该说是 北京30年来 从1978年以来 外交上的最大的失败 也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外交上的一个重大成功 这是一个失一个是得 美国实际上在50年代的时候 就一直想促成一个 把在远东地区建立一个北约式的多边联盟体系 这是就是CITO 英文叫CITO 就是东南亚条约国家主持 这个主持在1955年成立的 在1977年就解散了 没有成功 原因就是因为亚洲国家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无法形成多边条约体系 只能形成以美国为轴心的双边条约体系 那么这一点北京看得非常清楚 实际上一直在有意识的针对加强 来防止一个多边的外交 美国为轴心的一个多边外交 多边联盟体系的形成 一直在阻止这个 但是北京是在玩的一个花招 这个花招这个外交伎俩玩过了 太古刚才说的那个战略欺骗 就是王教授说的 从90年代开始的六边谈判 大家对六边谈判都具有厚望的 但是谈了30年谈出什么东西呢 什么都没有 却谈出了一个北韩真正拥有核武器了 能够威打到美国本土的核武器了 所以大家最后在川普做了这么一个 用一个直线施压的方法 终于让人们看清楚了 美国的公众美国的领导人 包括日本和韩国都看出了 北京在中间是玩了什么花招 所以由于这个原因 再加上北京对于韩国 企图把韩国挖出这个美国的联盟体系 这个太明显了 终于让韩国看到了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危险 所以韩国就放弃了这个 就加入到了改善了和日本的关系 就促成了日美韩三国同盟的形成 多边的形成 这是对北京来说 是个30年来一个巨大的外交失败 是 王教授您怎么看 这是不是北京在30年来 最大的外交失败呢 过去北京当然是希望说 能够推动这所谓的双边的关系 那么而且事实上是在 对于每个国家的话 它等于说用它推动一些按钮 比如说对日本的话 就主要是历史的关系 然后对韩国的话 主要是经贸的关系 但现在的话过去十几年来 由于习政府 习近平政府的这个 咄咄逼人这个外交的政策的话 使得更多的国家了解 特别是跟这个中国比邻的日韩等国 了解就是说 这个一个崛起的中国 而且战略意图不明 然后在很多方面很强势的一个中国 对他们的威胁远远超过说 日韩之间彼此这个贸易 或者是历史的问题 所以就像我刚刚形容的一样 就是说现在的话 这些他们国家必须要共同 牵着手过一个调桥 这个调桥的话就是习近平 所对这个市局所造成的威胁 好的 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 和王维正博士 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 但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